观摩优质网站作品 点选原始档底下的图示 这个地方是我帮大家收集的一些 感觉上它设计还蛮不错的一些 优质的网站作品 那么我已经事先帮大家都把它开好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它有一个大的图 然后上面是它的标题 接下来就是它的这些内容 那么它有一些图片 那么它有一个功能 可以这样子点一下它就可以转 每一个网站的最底下 这个叫Footer 这个叫夜围 然后最上面这个叫做夜守 这个基本上要大概知道一下 那这个网站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它是夜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图片 现在都变得非常的巨大 那这个是内容 那这个底下呢 底下这一块呢 这个叫做Footer 夜围 OK 应该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 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好 这上面这个选单 这上面都叫做夜守 好 夜守 然后 这中间区域就是你的网站的内容区 然后呢 最底下这一串呢 甚至是这一串呢 我们都应该称之为什么 Footer 这是夜围 夜围 好 那这个网站也是一样 上面是一个黑的 黑的是夜守 好 那这边呢 这边呢 做了一些选单 好 那接下来是它的内容 好 网站的内容 那最底下呢 这一片是这个Footer 就是夜围 好 看了几个这个网站的设计之后呢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最上面就是所谓的夜守 好 那这些选单 它都可以灵活的去摆放 好 不一定要放在左边 也不一定放在右边 看你的这个设计的能力怎么样 好 所以上面这个叫做夜守 那中间这一块呢 就是吧 呃 属于你的网站的内容区了 那你要摆什么都可以 那基本上 你看它这一个网站呢 也把这个夜围啊 做得非常非常丰富 夜围叫做Footer 好 那这个网站它的夜守 都做得还蛮不错的 这个是 呃 黑的 夜守黑的 那这是它的选单 好 这是它内容区 那底下这个黑的 黑色这一块呢 就是Footer 夜围 好 那这个网站也是一样 这个 上面它这个黑的 做了一点点而已 好 这些 它就把这个当做它的黑的 好 这个也是可以嘛 呃 然后底下呢 这个是内容区 那么这一块是Footer 啊 基本上的网站设计的一些嘛 呃 概念啊 都是这样子啊 好 黑的嘛 内容 然后呢 底下这个是 底下这一串 这个叫Footer 啊 OK 那么 各式各样的这个网站内容啊 非常的 呃 呃 五花八门啊 大家就要啊 极尽的 呃 运用你的巧思 然后去把它设计出来 那 基本上都不外乎啊 去 呃 脱里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上面就是黑的 啊 中间是你的内容区 那最底下就是一个Footer 那个这个就是 网页设计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架构